德国为自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 作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之一 德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告别核能 绿色电能 也就是零排放 可再生的能源 将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并取代现有的发电站 能源转型是一个具有全球效应的国家工程 它带来的影响是多样化的 正如德国外交部经济处主任阿尔博林所说 一些国家充满兴趣表示 如果德国成功了 我们或许也可以尝试 但也有国家持怀疑态度 不过许多人认为 如果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 都能够做这样可持续性的发展尝试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生产能源 并支持工业发展 能源转型是德国独自做出的决定 然而要实现它则需要全球协调 联邦网络监管局表示 仅物理规律就决定了各国不能各行其事 比如德国北部用风能发的电 并不是通过本国电来输往南部 而是经过波兰和捷克 然后才绕到德国南部并入电网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通过扩建德国电网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和邻国的协调 所以我们总是要和欧盟和邻国 进行多边和双边会谈 电力网络联系是多么密集和复杂 在莱比锡的电力交易所就可见一般 一度电仅仅是物理单位 而不是本土产品 我们在交易所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 超过200个会员企业 电力市场的欧洲一体化 也促进了竞争和交易透明化 能源转型时代来临 前面的路并不好走 这个项目最终将具有示范价值 因为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领域 许多邻国都表示希望能够有所建树 而且也必须取得进展 在这方面德国可以和邻国合作 正如我刚才所说 对话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 在欧洲建立一个透明的共同市场 最终受益的不仅仅是工业界 当然还有消费者 你最终受益的不仅仅是工业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